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題目就是 Hypothesis Testing 假設驗測 我會利用一題簡單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類型的題目 Hypothesis Testing 意思就是 把population 抽取sample 樣板 而這個樣板的mean 會不會能夠代表population的mean 當然這個也都符合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 nevel of significance 重要程度有多大 如果重要程度大的話 譬如說 要99%而準確的話 要求sample mean 比較 嚴謹一點 準確一點 如果 相反地 重要程度比較偏低 譬如說 相對90%的話 要求sample mean population mean 不差 可以接受 可以大一點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因為 suppose 有一個 測試 這個測試 的分數 就是 normal distributed 正常平均分佈 而它那個正常平均分佈的standard diviation 的標準差是50 而 sample size 抽取36個 參與者 而 sample mean 計算出來是125 那 那個 nevel of significance 是0.01 的話 那 population mean 的分數 是100 那 我這個sample mean 125 能不能夠 代表到 這個population mean 100 而要求的程度是 0.01 nevel of significance 即是說 比較高 程度要求比較高 那我們來看看 怎樣處理這一類型的 題目 首先我們要列出 基本的資料先 Given的資料 在這裏 抄了下來 主要的 那 Net 現在要求 x 是等於 分數 score of skill text 2 the sample size 代表N 是36 在這裏抄了下來36 而亦都是 the sample mean 這個符號代表 sample mean 是等於 要 population mean 這個符號就是代表 population mean 另外 要找出 sample的 sample的standard deviation 這裏 題目沒有提及到的 那我們要 找些代數 去 找一找 那 sample 的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等於 population 的standard deviation 除以 開方 n n在這裏 sample size 那在這裏 就是等於 50 因為standard deviation 這裏是50 再除以 開方 36 這36 就是這個數字 在統計學上 這個亦都可以叫做 在統計學上就叫做 Standard error 我們繼續 放了基本資料的話 那我們 我們 第一步 就set up hypothesis 這個數字 在這裏 好了 有兩個符號 h0 h1 意思就是h0計算出sample mean等於population mean 這樣就可以接受了 如果計算出mean不等於100的話 計算出的數值就不能代表population mean 這個設定了之後 接著第二個程序 看一下那個setup那個level of significance 這個level of significance 就是alpha代表0.01 接著到第三 第三的話就要找出 and find the critical value critical value可以在standard的normal table 去找出來 換言之這個critical value 就是要z0.01 因為0.01就是level of significance 這裏再要除以2 除以2的意思就是 那個mean不等於100的話 在table裏面 即是兩邊的數字 不要了 即是two-sided text 因為要正正中100的話 這裏要除以2 除以2 除以2 即是說 正負z 就是0.005 0.01除以2 就是0.005 0.005 可以在table裏面找出 c的值是多少 0.005 0.005 我們可以用這個 normal distribution 的table去找出 0.005就是 在這個位置 0.0049 即是接近0.005 在這個位置 左 最尾的數字 就是c 這個位置 2.5 c這個位置 2.5 另外 這裡 數字 向上 看到盡 這個數字 就是0.08 換言之 2.5 再加 0.08 就等於 2.58 我們可以在這個數字 抄回來 就等於 正負 2.58 接著 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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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 運算 calculate the text statistics 在這裏 c 就是等於 sample mean 減去population mean 再隨意 standard error 那就是 sample mean 在這裏 1.25 而population mean 100 那我這兩個數字可以相對應 抄回來 這個位置 就是 1.25 減 100 然後 隨意 50 再 隨意 36 這50 就是 population standard deviation 這個 N 這個36 就是 sample size 到第5 處理方法 第5 就是 設定的 disease rule 做決定 那 在這裏的話 reject h0 如果 c 是 小過 負 cα 除以2 又或者 又或者 大過 正數 alpha c的alpha 除以2的話 那就 reject reject 意思就是 那個 sample mean 不能夠代表 population mean 在這個testing 裡面 測試到 那 看回 這個例子 那 即是說 這裏 因爲 這個 c 計算出來 這裏 計算出來 是 3 那 這個c 計算出來 3 是 大過 2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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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這裏是reject的H名 當Alpha的Level of Significance是0.01的話 就reject 換言之最後的結果第六 結論 Draw a Conclusion 結論就是 當Alpha等於0.01的話 即是99%肯定的話 在這裏當然 有一個轉變 這個轉變在這個 面的Score 就不能夠 是代表到 does not remain at 100 換言之 因為由於 在這裏計算出 所有資料計算出是3 而3 而3 是大過 要求2.28的話 即是 即是 已經 不等於100 最後的結論 最後的結論 這個Sample mean 不能夠代表 這個 代表 這個 根據 要99% 是 0.01的 0.01的 Level of Significance 影片 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有了 2 5 5 6 5 5